哈利瑞阿 我們親愛兄弟在今天大家平安 哈利瑞阿 親愛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時間過了很快 時間過了很快 明天拜我們在等過年 上禮拜我們在等過年 今天的時候 過年已經在我們日期了 過年已經離我們而去了 時間過了很快 相信每個人在新年的過程中 相信每個人在新年的過程中 我們應該過了非常高興 應該都過得非常地歡喜 最起碼我們在團一飯中間 最起碼在團圓飯當中 我們享受在神裡面的福氣 可以享受在神裡面的福氣 在新的工作開始 新的工作開始 我們求主要所來幫助我們 我們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我們面對挑戰的時代 我們在面對挑戰的時代 我們都有神的道理來扶持我們 都有神的道理來扶持我們 我們靠著真理來承勝 我們靠著真理來承勝 我們在今晚的聚會中間 我們在今晚的聚會當中 我們用到聖經裡面補貴的道理 我們用聖經當中寶貴的道理 做我們彼此的勉勵 做我們彼此的勉勵 我們來顯開這個 伊賽亞書的十一張 翻開伊賽亞書十一張 我們請看伊賽亞書十一張 伊賽亞書十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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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這個第九節 看第九節 伊賽亞書十一張第九節 伊賽亞書十一張第九節 十一張第九節 古約是八百二十二頁 九月八百二十二頁 十一張第九節 十一張第九節 講在我聖山的片處 這一切都沒有上人 沒有海蜜 因為 人物搖滑的地勢 要沖满片地 不像水沖满腰海一般 在這個經文裡面 在這個經文裡面 是跟我們講到 在基督國度中間 整個告訴我們 在基督的國度中 為什麼大家在那裡 和睦的相處 為什麼大家在那裡 和睦的相處 沒有看到人和 那種壓慢的行為 沒有看到任何野蠻的行為 在這個和平相處的過程中間 在和平相處的過程當中 是什麼原因 來讓他們有這種特色 是什麼原因 讓他們有這樣的特色 在這個第九節的地方 在第九節的地方 我們做一個非常清楚的結論 給我們一個非常清楚的結論 是因為他們認識了神的知識 是因為他們認識了神的知識 換一個角度來說 換一個角度來說 因為我們認識神的知識了 因為我們認識神的知識了 所以我們的心情有所改變 所以我們有所改變 我們也明白神的知意 我們也明白神的知意 所以在這個對救 靈修的過程中間 所以在追求靈修的過程中 所以在追求靈修的過程中 我們這裡做一個和平的宿舊 我們稱為一個和平的使者 我們去求仰一樣 像仰一樣 來調和 來追求和睦 來調和 來追求和睦 所以我們能夠達到這個和睦的地步 如果我們能達到和睦的地步 認識神的知識是必要的 認識神的知識是必要的 在這個經文裡面特別強調 我們一定要認識神的知識 為了要認識神的知識 為了要認識神的知識 它的重要和必要性 為了讓我們知道 認識神的知識的必要和重要性 這個地方 用一個叫沖沫 這邊用了一個充滿 神的地是沖沫這個地方 神的知識充滿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無論到每一個地點 無論每一個地點 都有神的地心 都有神的知識 這種情形像什麼 這情形像什麼 像海一樣 像海一樣 海有一個特色 海有一個特色 就是走到哪裡 就是海水 走到哪裡都是海水 海水所到之地 那就是海的所在 海水所到之地就是海 那咧 神的知識所到之地是什麼 神的知識所到之地是什麼 那個所在就是神同在的聖山 那個地方就是神同在的聖山 所以在神的聖山裡面 是一個和睦的 都有神的地心 有神的知識的 驚起我們在教會裡面 今天我們在教會裡面 我們要跟神同在 我們要跟神同在 我們要想想可以在這個 福福的環境中間 來領受恩典 常常在和睦的環境裡面 領受恩典 那咧 神的地心是必要的 這樣神的知識是必要的 在這個聖經裡面跟你講 在聖山裡面告訴我們 我們在神聖山的佩處 在神聖山的遍地 都有任何到神的地心 都有認識神的知識了 這句話也正對我們說的 這句話也是告訴我們 我們信主了後 我們信主以後 我們對神的道理也有多少 我們對神的道理認識多少 有神說 我基本道理也有多少 有些人說 基本道理知道就好了 十條改名 十誡就好了 十條信條 十大信條 我們都沒有就好了 我們知道這些就好了 只停留在一個膚淺的觀念而已 只停留在一個膚淺的觀念裡面 其實神的道理 其實神的道理 是必須要去經歷的 是要去經歷的 就是去體會的 去體會的 去追求的 去追求的 當你明白到神的道理 當你明白神的道理 你體會到後 你體會了之後 這種情形 好像你吃了一些好東西一樣 這就像是吃到一個好東西一樣 吃下去的時候 你會老老老 你的味蕾非常滿足 吃下去之後 你的味蕾非常滿足 這就是神的地心 這就是神的知識 所以基督徒生命的中心 所以基督徒生命的長進 是來自我們認識神的地心 是來自我們認識神的知識 在我這樣 就出世到目前為止了 從我出生到現在 我最最懷念有三個人 我常常懷念三個人 這三個人都是一個傳道人 這三個人都是傳道人 因為他們在屬風中間 他們在屬風當中 他們留了很多好的榜樣 他們留下很多好的榜樣 也叫做典範的轉移 那就是典範的轉移 因為有很好的典範 所以看到他們有很多美好的表現 所以看到他們有很多美好的表現 所以漸漸遭到他們的影響 漸漸受到他們的影響 所以人聽說 我們信仰所有人 如果沒有道理 認定我們信耶穌的人 若沒有道理 若沒有追求神的地心 若沒有追求神的知識 若這樣你定義很膚淺 這樣就很膚淺 你就沒有生命 你就沒有生命 不知道要怎麼做人 不知道如何做人 不知道要來英雄神 不知道要榮耀神 那這三個傳道是什麼人 這三個傳道是誰呢 第一個傳道 第一個傳道 他的名字叫張國青 他的名字叫張國青 我們這不知道人家是張國青嗎 不曉得沒有認識 他很早以前去到外國的地方 他很早以前去到國外 他去到新加坡 他去到新加坡 其實不是連種拆派他去的 那時候不是連種拆派他去的 是新加坡教會亞當路 聘請他去那邊住墓 是新加坡教會亞當路 聘請他去那邊住墓 香港教會 他聘請到香港教會 聘請到香港教會 後來他去到南非 他去到南非 他去到加拿大 他去到加拿大 他去到日本 他可以說是個個別的傳道 他沒有在總會的體制裡面 他沒有在總會的體制裡面 但是有很多教會 都用聘請的方式 用聘請的方式 這個張國青傳道 在我小時候 在我小時候 我已經用心來討養我這個年輕人 很用心在帶領我們這些年輕人 我那時候才在國中而已 所以他就教我們英語 他就教我們英文 很多人都要給英語名 每個人都要取一個英文名字 我的英文名叫做彼得 我的英文名叫做彼得 叫做林彼得 他在這個 担任的過程中間 在帶領的過程當中 他想想要不要 他常常勉勵我們 這本聖經是神的位 這本聖經是神的話 你不瞭解神的位 你說經位神 很空洞 你不瞭解神的話 說經位神非常的空洞 你說我們要照神的旨意來行 就要照神的旨意行 你不認識聖經 你要怎麼照旨意來行 你不認識聖經 你要怎麼照旨意行 所以鼓勵我們這個年輕人 鼓勵我們這些年輕人 我們既然不認識了 我們既然認識他了 基本經驗已經鼓勵了 基本條件已經具備了 要好好看聖經 這樣好好看聖經 所以在這個聖經 在帶領的過程當中 讓我們漸漸對聖經有興趣 讓我們對聖經有興趣 讓我們對聖經有興趣 再來有一個傳道 再來有一個傳道 叫做羅真生傳道 羅真生傳道 他是他們畢業的時候 他神學院畢業的時候 他們全家靠就住在我們台地教學的地方 那全家住在我們大德教會的地方 一樣在星期六的晚上 一樣是在星期六的晚上 我們叫做青年聚會 我們叫青年聚會 那個時候還沒有什麼中級班、初級班 那個時候還沒有青教主 我們叫做青年聚會 我們叫青年聚會 這青年聚會對象 青年聚會的對象 對國中開始 從國中到國中 到國中 到社會青年 到社會青年 簡單說 台地教會所有的年輕人都在那裡 基本上大德教會的年輕人都在那裡 我們圍在乒乓桌的旁邊 我們圍在乒乓桌的旁邊 我們就來聖經 我們來查經 我們社群怎麼會要聖經 小時候怎麼知道會查經 對 就斷在我們聖會託 就帶領我們一起讀 現在託到後呢 讀了之後 傳道就跟我們做水明 傳道就說明 我們明明說 這裡面到底說什麼 那我們明白裡面到底是講什麼 你清楚裡面所記載的內容 你知道裡面記載的內容 那我就跟你說了 然後告訴你 你清楚了嗎 你清楚了嗎 你了解嗎 你了解嗎 如果這樣 我們在生活中間 要如何思考來運用 這樣子我們在生活當中 要如何思考來運用 就是在思考中間 就是在思考當中 我們要如何運用神的話語 我們要如何運用神的話語 這時候我覺得看神經也是不錯 那時候我們覺得看聖經也不錯 在那邊別到他的教訓 所以明白他的教訓 他也提供我們很多思考的方向 提供我們很多思考方向 哦 原來聖經就是這樣說的 知道原來聖經就是這樣說的 本來我觀念是這樣的 本來我觀念是這樣 我也以為這是對的 我以為這樣是對的 原來聖經這樣說是正確的 原來聖經這樣說是正確的 這時候我們觀念就有所調整了 這時候我們觀念就有所調整了 所以這個羅傳道在我們大德教會 所以羅傳道在我們大德教會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圍在一起 我們大家都圍在一起 就一起來查經 來分享聖經的道理 來分享聖經的道理 在第三個傳道 在第三個傳道 這些傳道也都很早退休 傳道很早退休 叫做黃麗雄 叫黃麗雄 黃麗雄 黃麗雄 這黃傳道是一個信仰醫 第一級的神學生 這傳道是神學院第一級的神學生 很早就退休了 很早就退休了 你這個讀聖經的中間 在讀聖經當中 他說喔 你如果看到聖經裡面 如果你看到聖經裡面 你如果看不懂 如果你看不懂 你又沒有資料好找 你又沒有資料可以找 你不能在那裡亂想 也不能在那裡亂想 不能資料去世界看 不能資料亂看 因為我們沒有分辨的能力 因為我們沒有分辨的人力 我們沒有分辨的人力 理性不夠 理性不夠 所以看聖經在那裡亂想 所以看聖經就在那裡亂猜 這樣還假如說 哦 不就是這種的道理 我們在那裡裝懂 我們就解釋說 哦 應該是這樣說的 我覺得解釋應該就是這樣說的 你如果了解 人家說 你這是亂解聖經 了解的人 就算你是亂解經 所以黃傳道就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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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聖經 有感動最好 有感動最好 如果不會也沒關係 不會你就找傳道 不會你就找傳道 我知道 我不會就找傳道 那我就知道以後 不會就要找傳道 所以在我的行動過程中間 在我的成長過程當中 我們感覺人物神的這個地心 我們認識神的知識 對我們靈性上的進步來說 對我們靈性上的進步來說 這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怕去在這個聖經書裡面的語言 今天在聖經書裡面的語言 說在神的聖書 說在神的聖山 騙出都有神的地心 騙出都有神的知識 驚到哪裡都有神的地心 走到哪裡都有神的知識 這是好頂的一種因典 這是何等的恩典 當然這因應就是哪裡呢 就是在我們的教會裡面 就是在我們教會裡面 就是在我們教會裡面 我們的教會是非常看重講道聚會 我們的教會是非常看重講道聚會 我們在座的聚會 我們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們可以上網來做資料的查詢 常常上網來做資料的查詢 在這裡你經過很多高等的地方 你經過很多教堂的地方 你看他們的外面都有一個 我們的聚會安排表 那外面都會有聚會的安排表 有很多教會 有很多教會 不像我們晚上都有聚會 不像我們晚上都有聚會 如果是主日崇拜 或是主日崇拜 就是星期日的主日崇拜 就是星期日的主日崇拜 你注意看 你注意看 有些國語聚會 有國語聚會 還有台語聚會 或是台語聚會 簡單來說一天只有一場聚會 簡單來說一天只有一場聚會 真的有牧師來講道的時間 十五分鐘而已 真的有牧師來講道的時間 只有十五分鐘 記聽什麼 糟告啦 託經啦 唱詩啦 都要折一半去 其他糟告唱詩讀經 就佔一半的時間去了 所以牧師講道理很簡單 所以牧師講道理非常簡單 十五分鐘就差不多結束了 十五分鐘差不多就結束了 你這樣想一下 一個禮拜才講多少 我想一下一個禮拜才講多少 但是這樣教會不一樣 那我們教會不一樣 那是我們去到鄉下的地方 我們去到比較鄉下的地方 我們現在有回去鄉下嗎 我們有回到鄉下去嗎 有教會天天聚會 有的教會天天聚會 沒三 拜五就開始聚會了 沒三 禮拜五就開始聚會了 拜五早就要聚會了 禮拜五早就要聚會了 禮拜五早就有聚會了 那個四股教會天天聚會 四股教會天天聚會 那個五股教會天天聚會 那個五甲教會天天聚會 無論過年教雄聚會 無論過年造成聚會 小弟在台南教會的時候 小弟在台南教會的時候 在那生氣休息一晚 所以禮拜一休息一晚 天天聚會 天天聚會 我們很看重聚會 我們很看重聚會 我們的教會裡面 因為我們的看重聚會 因為我們看重聚會 就是道理裡面的分享和吸收 強調我們道理裡面的分享和吸收 這就是我們的教會的恩典 這就是我們教會的恩典 所以聖經裡面這樣說 神的聖山 神的聖山 充滿神的知識 教會就是充滿神的知識 我們在教會就是充滿神的知識 所以我們在道理上面 用心去了解 去思想 去思想 好像吃到好東西一樣 就像吃到好東西一樣 吃到非常滿足 讓你吃得非常滿足 所以在這伊撒亞書的第一節這樣說 是在伊撒亞書第二章這樣說 我們請看伊撒亞書第二章 請看伊撒亞書第二章 伊撒亞書第二章 伊撒亞書第二章 伊撒亞書第二章的第二節 伊撒亞書第二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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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第二章 伊撒亞書第二章第二章 伊撒亞書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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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他的道到困难,我们也要来怕他的道 因为,本会在处理四安,要求原意处理业务三令 在这个经文里面,他说到完后的日子 他说到幕后的日子 我们台湾总会 本来是在台中教会 本来是在台中教会 在公园路的台中教会 后来搬到松竹路的台中教会 后来搬到松竹路的台中教会的时候 你去到一楼的地方 左边 你看到那个 有一个沙滴的地方 看到一个扁在那边 经文里面就是这段经文 经文里面就是这个经文 他说到完后的日子 说到幕后的日子 腰化的山比较坚立 叶华的山比要坚立 这些是超乎珠山 并且是超乎珠山 高级过万名 高举过万名 万名都要留归这个山 万名都要留归这个山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说这个山呢 有它的那个叫做 启音力 说这个山有它的吸引力 有对神来营养 有重生来荣耀 所以这些山 高高在胸 所以这个山高高在上 比白的山更高 比白的山而已更高 比别的山领更高 是不是所有人都要来到这些山 甚至所有人都要来到这山 那这些山做什么 那这些山做什么 因为那些地方有神的道理 因为这里有神的道理 所以混会要对西安入出 所以迅悔要从西安而出 神的言议要对耶路撒冷而出 神的言语要从耶路撒冷而出 这个宗教在神的教会里面 这里说到从神的教会里面 他有满满真理性的造就 有满满真理性的造就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 我们来听到神的道理 我们听到神的道理 看懂神的道理 看重神的道理 这就是我们信仰上最有福气的事 这就是我们信仰上最有福气的事 所以人事业华的知识 在我们今天来说 平不空洞 今天对我们今天来说并不空洞 其实是一个真主人 是一个很自然 有真好机会 有很好的机会 我们在台湾的地方 我们在台湾的地方 有时会觉得 哇 真好机会 有时会觉得很有福气 我们都常常有人领会 常常都有人领会 而且我们领会这些 属灵的素养还很高 我们领会者属灵的素养也很高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 牵臂中间 我们在谦卑当中 圣灵的团柄 圣灵的待遇 我们得到很多的造就 多年前我在香港教会时 几年前我在香港教会的时候 因为这个庚当省这个地方 因为广东省这个地方 只有一个团柄而已 只有一个传道而已 二十多间 只有一个团柄而已 而仅间教会只有一个传道 其他领会只要叫做义工 其他领会者叫义工 义工讲员 义工讲员 他们都一天做乌特变来领会 他们都是在工作之余 特别来聚会 所以为了要提升 他们的这个小龄的地形 为了提升他们属灵的知识 他们都很看重 所以他们就要求 我们这个香港教会的团柄 他们就要求我们香港教会的成道 因为过去对这个 庄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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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地的教会 通常通過我們福清的信徒 通常會經過我們這裡的信徒 福清的信徒 來聯絡相關的工作 所以一個月中間 有這邊要去廣州的地方 有時候去巡迴其他國家會 去巡迴他們的各教會 有時候就要去羅府的地方 有時候就要去羅府的地方 去關心他們的信徒 尤其到廣州的時候 廣州教會的時候 去到一個叫風寒的地方 就開始坐火車 就開始搭火車 火車有兩種 有大陸的火車 有香港的火車 我們喜歡坐香港的火車 因為坐了就有冷氣 大陸的火車發動的時候才有冷氣 大陸的火車發動的時候才有冷氣 所以沒有發動的時候 就坐在那邊覺得很熱 就坐在那邊覺得很熱 所以我們都選香港列車 一大早就出門 一大早就出門 時機點到廣州火車的時候 趕快坐計程車去告會 趕快坐計程車到教會 我們就開始在那邊 單台主會 開始等待聚會 早上11點到12點 早上11點到12點 然後吃飯 1點開始 2點 3點 4點 5點就要結束了 2點到5點就要結束了 因為要趕快 再坐火車到香港 要趕快搭火車回去香港 如果沒有 最後一班火車就坐不到了 不然最後一班火車就搭不到了 在這個上課中 在上課當中 大家都很認真 大家都很認真 火燈擠得抹抹抹 會躺坐到滿滿 我這樣很感動 我也覺得很感動 在那邊上課 大家在那邊認真聽 大家很認真 都很認真 眼睛睜睜看 眼睛睜大大的看 手就在那個眼睛的地方做筆記 手也很認真的寫筆記 看大家做眼睛上課 大家都很認真上課 不過 有時候這個課題有比較深入點 不過有些課題會比較深入 比較嚴肅一點 比較嚴肅一點 不然我們就輕鬆一下 不然我們會輕鬆一下 稍微說一下 會講一點見證 會講一點見證 有一點會微微笑的笑話 會講一點可以微笑的笑話 如果說到這種 類似這種見證的時候 說到類似這種見證的時候 忽然甘愁人家一段給我 忽然就一張單字給我 忽然就一張單字給我 傳到我們大老遠太早就出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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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六點就出門了 我們六點就出門了 我們要聽到啦 不要再講見證了 我們要聽到不要再講見證了 見證我們聽多了 我們要聽神的話 我們要聽神的話 見證我們聽多了 我們要聽神的話 傳到覺得不好意思 你看人看黨道理 看人家看重道理 看無道理 看無道理 所以我們跟他記者有這個主言 今天我們現在有這些資源 甚至在神的應許中間 甚至在神的應許當中 我們已經超乎過主山了 我們已經超乎主山了 告舉過萬里 我們如果用到這個主委的品質來說 我們就講聚會的品質來說 他就是講到的品質來說 講到的品質來說 我們遠遠拋開了外交會 我們遠遠拋開了外交會 因為主委時間短 他們聚會時間短 他們聚會時間短 差不多結束了 15分鐘就結束了 哪有請求我們這樣講那麼久 像我們講那麼久 那麼密集 都密集 所以晚上有機會 晚上有聚會 我們安息日有機會 安息日有機會 我們還可以辦專題 我們還可以辦專題 所以我們太福氣了 我們太有福氣了 所以我們要認不得要好地心 我們要認識耶和華的知識 把握美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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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真來追求 認真追求 讓我們的心 讓我們的心充滿神的知識 我們都知道 教會就是傳揚神道理的地方 我們都知道 教會就是傳揚神道理的地方 傳揚神知識的地方 因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講題 就是非常重要的講題 是要來傳揚神的道理 是要傳揚神的道理 要讓神的知識 騙滿這個地方 要讓神的知識騙滿這個地方 讓每個人在靈修的過程裡面 讓每個人在靈修的過程當中 像和平的基督的國度一樣 就像和平基督的國度一樣 所以道理的追求 這是必要的一個過程 是非常是必要的過程 尤其是在教會中間 尤其是在教會當中 我們絕對是要來講神的道理 我們絕對是要講神的道理 不是要來講世間事 不是講世上的事 有時在講道理的時候 有時候講道理的時候 講到過去社會經驗 講到過去社會經驗 有時代的一個雕流的走向 時代潮流的走向 你覺得這也很趣 我覺得這些有趣 但是我們在教會的地方 但是我們在教會裡面 有其中一個屬性的分別 有分別 教會就要講神的道理所 教會是講神的道的地方 不是一般的演講台 不是一般的講台 我佛道只會說 團道你很會演講 有的目道者就說 團道你很會演講 不好意思 我們這不是演講台去演講 抱歉這不是演講台 這不是演講台 我們是要來說神的道理 既然神的聖山要騙滿了神的地心 既然神的聖山要騙滿神的知識 那這樣我們絕對要講神的道理 像我們一定要說神的道理 所以是初代教會 所以在初代教會 團道人非常看重這部分的要求 團道人非常看重這部分的要求 我們要來請看佛里面 dunno前書 請看佛里面前書 請看佛里面前書 第二章 我們請看佛里面前書第二章 我們來看第一節 第2章第1节 第2章第1节 格林多前书2章第1节 格林多前书2章第1节 2章第1节 我兄弟啊 中前我到你们那个所在去 并没有用到 高原台武台地 对你们来参团新的恶比 不如他选择到当时的格林多教会 保罗显信给当时的格林多教会 他说他当时来到格林多教会的时候 他并没有引用当时最流行的口材 他没有引用当时流行的口材 这些当时最流行的哲学 或是当时流行的哲学 所以不用哲学 不用哲学 来说到人生的大道理 他要说什么 他说他要来参团新的恶比 他要来宣传神的奥秘 就是神的救恩 就是神的救恩 所以在保罗的这个公法里面 就在保罗的说法当中 他不是没有口材 他不是没有口材 他不是没有接触到地下的地心 他不是没有接触过哲学的知识 他都有 他都有 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 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 你先看他的书信中间 看他的书信当中 他辩论的技巧很高 他辩论的技巧非常的好 他真的辩论 他很会辩论 他的书 也叫做思维很敏锐 他的思维很敏锐 他的观念很正确 他观念很正确 所以他的逻辑也很清晰 他的逻辑很清晰 所以在他的表达中间 在他表达当中 能将神的知识清清楚楚 让我们来明白 神将神的旨意清清楚楚 让我们明白 所以他如果没有口材 如果他没有口材 他如果没有那种地心 他没有那种知识 他如果说得出来 他哪说得出来 有很多人说要说 都说不下去 有些人都说要讲都讲不下去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哇 这个人很厉害 这个人很会讲 这个人很会讲 但是这个人不太会讲 看起来就是学父舞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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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懂 说起来就是智智乌乌听不懂 再来越讲越小声听不清楚 有些人就是这样 所以在保罗的说法里面 所以在保罗的说法里面 我并没有用高原大致 我并没有用高原大致 就是没有用你们 世间人的那些人生的哲学 就是不用世上人人生的哲学 来说到救恩的道理 来说到救恩的道理 这就是保罗在这个学生过程中间 这就是保罗在服事过程当中 已经看到神的这个地心 他很看重神的知识 所以不必用世上的言语 来说神的道理 所以不用世上的言语 来讲神的道理 他用属灵的地心 来用属灵的知识 来签名了神的救恩 来产凭神的救恩 让我们在圣灵的帮助里面 让我们在圣灵的帮助里面 让我们的心 我们越来越清楚 让我们的心可以越来越清楚 在这个清楚的过程中间 在清楚的过程当中 越来越有这种经历和感动 越来越有这种经历和感动 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你心不要觉得 我开了 心就觉得开了 我听到心就安慰了 听了就觉得心得到安慰 我听到后我对着希望 听了之后感觉得到希望 这就是圣灵中的言语 这就是圣灵当中的言语 所以在神的圣山的所在 就是在神圣山的地方 就是在神的教会里 就是在神的教会里 我们就是信仰超乎祖山 我们就是这样超乎祖山 就是高级过万里 高举过万里 所以教会里面 没有说高原大致 所以在教会里 不是讲高原大致 但是在初代教会 但是在初代教会 因为有很多人信耶稣 很多人信耶稣 很多人信耶稣 来的信者的背景也很丰富 信徒的背景也很丰富 不是说信耶稣 大家都没追准 不是讲信耶稣的人 都没追准 都穿着打口 打衣来教会 都穿着婆婆烂烂的教会 也不是说都变人结论以来的 也不是说病人坐轮以来的 也不是说病人坐轮以来的 有很多信耶稣 有很多信耶稣的 人都用一定社会的听读 都是有一定社会程度的 所以当时的教会里面 所以当时的教会里面 很多对圣经的道理 很多对圣经的道理 对人生的哲学 对人生的哲学 已经到某种程度的造诣了 已经到某种程度的造诣了 但是这种人来到教会时 这种人来到教会的时候 他就已经信入了这个经测 他们失去了警醒 他没有靠到圣灵的帮助 他们有没有靠着圣灵的帮助 他们研究什么 他们研究什么 我们研究高研大致 我们来看高罗瑟酸 我们先来看高罗瑟酸第二章 我们现在看高罗瑟酸第二章 我们先来看高罗瑟酸第二章 我们看高罗瑟酸第二章 我们来看这第二章 高罗瑟酸第二章 第八章 你说你如何하면서 在这教会里面 渐渐有异端的思想进入到教会 看起来是讲基督的道理 但是基督人真听 使劲商论真听 才发现说跟基督的道理已经不一样了 才发现跟基督的道理已经不同了 像用十诚来说 十诚来说 已经有六诚都不是说基督了 已经有六诚不是在讲基督了 都讲到什么 都讲到理学的地方 虚空的妄言 甚至叫人间的遗传 世间的修学 具体说起来当时的教会 已经有这种理学 已经有这些理学 理学也可以说是哲学 理学可以说是哲学 所以有时候听到人家讲道理 都讲到很多哲理 讲到很多哲理 很多哲学 要说哲学 目前宗教太多了 目前宗教太多了 有很多小朋友 在学校 在学校 都有一篇叫做静思语 有一本叫静思语 静思语 静思语里面打开 静思语里面打开 这名言 这都是名言 人生的道理 人生的道理 可比上上有人这样说 常常有人这样说 你就要尊好心 你要尊好心 说好话 说好话 做好事 做好事 听起来也是不错 但是当我们来到教会 当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都讲到人间的遗传 都讲到人间的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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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也很不错 听起来也很不错 但是 他不是基督的道理 但是他不是基督的道理 他里面没有灵的生命 没有灵的感动 没有灵的感动 教会不是这样 教会就是以神为中心 教会是以神为中心 所以教会的观念 所以哲学的观念 空洞的言语 空洞的言语 都不是在我们教会 要讲的内容 都不是我们教会里面要讲的内容 所以我们分到圣经 所以我们本的圣经 来说到圣经里面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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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体会里面丰富的造就 在这个经文里面讲 他说到世上的修学 说到世上的小学 这世上的修学是什么 世上的小学是什么 就是最基本的 就是最基础的 用一个结构里面是最基本的 就一个结构里面是最基本的 从宇宙来说 那是最基本的 它是最基本的 所以有很多翻译本 它翻译更加上色 所以有些译本 它翻译得更清楚 将这个社会的修学 翻译到什么 将世上的小学翻译成什么 就是无条中间 就是宇宙当中 有一个叫星宿之灵 就是我们外在这个世界里面 就是我们会在这个世界里 我们有看不到的那个世界 我们有看不到的世界 这个世界中有一个灵 那这个世界里面有一种灵 所以在教会里面 所以在教会里面 他就说到这个世界中有一个灵 这个世界里有一个灵 那这个灵 那怎么让我们得到第七 那灵怎么让我们得到知识 那怎么让我们进去第三层天 那我们怎样进入第三层天 那坚实说起来 那叫做诺斯底主义 那就是诺斯底主义 那坚实说起来是什么 有种叫做发射体的理论 一种叫发射体的理论 那名称叫做爱安 那个叫爱安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有100分的神 就是有100分的神 有99分的神 有99分的神 有80分的神 有70分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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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亚苏是什么 亚苏刚好60分 耶稣刚好60分 所以亚苏言不真 人家说非常的圣洁 虽然人家说不是非常圣洁 不是100分的神 不是100分的神 但是比我们完全的人还更完全 那比我们完全的人还更完全 那是最完全的人 五十九分而已 我们最完全的59分而已 人家耶稣说给你一分 你要耶稣多我们一分 所以他们要主义 跟那些更完全的人 这就是爱安的发射系统 那就是爱安的发射系统 所以教会里面已经渐渐收到人生的哲学 说到我们看不到那个星宿之灵的公法 那我们看不到那个星宿之灵的说法 那我们看这个哥罗西书 看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第二章 18节 哥罗西书第二章 哥罗西书第二章 18节 哥罗西书第二章 18节 我们看最后一段 我们看后面 18-18的下半段 18节的下半段 说这些人 当时所看近的 这个社会的高官说 这些人 开车所没近过的 意思说在这个教会里面 意思说在教会里面 有很多人当时什么 有很多人重视什么 拘泥就是说我一定要这些东西 拘泥就是要坚持要这些东西 我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不行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不行 过度的重视 过度的重视 重视什么 重视我所看到 重视我所看见的 所以在教会里面说 我看到神而已 我看到神而已 在教会里面说我看到神 我看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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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很多人说 哇你这到神了 很多人说你得到奇事 你奇事什么 你也说一下 耶稣跟我们同在 所以西乡说到灵里面的经验 所以时常说到灵里面的经验 所以有很多人有这种信用的主意 有些人就会有信仰的旨意 相信我看到什么 我看到什么 常常说我看到什么 好像我看到 我才会相信 好像是我看到我才会相信 因为魔鬼藏着光明的天使 因为魔鬼装作光明的天使 你一开始也这样说 一开始也这样说 也会应验 也会应验 100里面 100里面 我给你 应验99.9 我给你应验99.9 我给你应验99.9 这时候你来说 我每一边的奇事 都是正确的 你的内心就觉得 每一次的奇事都正确了 我已经有很高分的经验了 你是99 但问题就是那一边 但问题就是那一边 就是要高音你离开教会的时候 那一次就是要高音你离开教会的时候 因为你已经很看重99遍了 因为你已经很看重99遍了 所以你很坚信 那一遍也是你所体会的 所以你非常坚信 那一遍也是你所体会的 所以魔鬼迷惑就是这样 所以魔鬼迷惑就是这样 所以圣经说 这种人看重所见过 这种人看重所见过 甚至另外一个翻译说 另外一个翻译说 这种規探所没见过 規察所没有看见的 这没见过就只有灵来的体会 所以用法不一定很同 所以用法不一定一样 但是讲究是什么 有些人看重他所经历的少林的事件 有些人看重他所经历的事件 有些人是体会到 我们眼睛没看到少林的经历 有些人是体会到我们眼睛 看不到属林的经历 所以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当中 就要说神的道理了 又不是讲神的道理了 都讲德国 都讲哲学 都讲兴术之灵 都讲兴术之灵 讲到灵里面的经历 讲到灵里面的经历 这如果我们没有道理去分辨 那如果我们没有道理去分辨 我们就去引诱去 我觉得被引诱去 所以在教会里面 不需要说这种高言大事 所以在教会里面 不需要说这种高言大事 不需要说这种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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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着我们这本圣经了解神的话 所以明白的地道感动 明白的得到感动 不明白要去查考 最好查考的方式 就是吹 适当的传道 就适当的传道 从这部分 我们来交换意见 我们交换意见 让我们在灵里面 在灵里面 有神的道理来给我们保守 有神的道理保守我们 有圣灵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真理 有圣灵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真理 那不然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本来是要认识神的地心 本来是要认识神的知识 甚至要让这个地心 我们每个人的心灵的造就中间 神的知识 要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理理 结果呢 像十九道理 跟着偏离的同样 结果查考道理查考到偏离了 如果这样很容易被魔鬼影响 这样很容易被魔鬼影响 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他希望我们看重神的道理 他希望我们抗重神的道理 但是这个看重的中间 在看重的当中 我们一定要对心里面有一种敬畏的心 我们要从心里要有一种敬畏的心 所以在教会里面 所以在教会里面 要看重神的道理 我们看重神的道理 我们不要来说其他偏离 基督的教会 我们不讲其他偏离基督的教训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 分享的过程 我们的心中一定要有一个态度 心存敬畏神 文学习 检演第一章 尊研第一章 您请看检演第一章 品有自己 organisation 章第七节 在这个经文里面说 在经文当中说到 我们既然知道要有神的知识充满 所以要认真追求知识 但是在教会里面 但是在教会当中 我们既然有这个条件 但只有这个条件以外 除了这个条件以外 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 我们有敬畏的心 然后再来学习神的地心 然后再来学习神的知识 这就是地心的开端 这就是知识的开端 换句话说 你若不敬畏神 你若不敬畏神 你心中没有神 你心中没有神 对神的创造 对神的创造 对神的救恩 对神的救恩 对神的慰意 对神的话语 我们都没有放在心里 我们都不放在心上 我们心存藐视 我们心存藐视 我们都有一种的倾看 我们倾看 这如何利用这个态度来扎口圣经 我们用这个态度来查考圣经 越来越查 你的心越越乱 你越查考你的心越乱 你越乱越差 越来越偏低 越来越偏低 查到最后会骄傲 查到最后莫菊会做工 所以在对我们来学习人员神的地心 所以我们学习认识神的知识 必须要有这个精重的态度 我们要有很重要的态度 心中敬畏神 心中敬畏神 敬畏神是什么意思 敬畏神是什么意思 我们相信神的威严 我们相信神的威严 我们相信神的宣余 这是神的生命 我们相信这是神的生命 所以因为我们相信 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的心就战战兢兢 我们的心就战战兢兢 我们不会大意 我们不会随便 不会随便 有很多人都不看重圣经 有很多人都不看重圣经 把圣经当作一本 下述的词去研究 把圣经当作一本学术的书来研究 这是研究的过程中间 在研究的过程当中 他说这不合时代 他觉得这不合时代 这时代去变 还说到这什么道理 他说时代在变 讲这什么道理 在我们台湾古年的时候 在我们台湾去年的时候 我们印象不知道有没有 我们不知道还没有印象 哇 风风烈烈 风风烈烈 变成亚洲第一 变成亚洲第一 就是有同婚法的同过 就是同婚法的通过 什么叫同婚 什么是同婚 男生跟男生 男生跟男生 可以结婚 他们可以结婚 结婚之后 拥有法律上的 管理和义务 没有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 但是 既然来的民法的地方 但在原本的民法当中 是从以前的伦理和义务 从以前的伦理到现在 夫妻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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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婚姻叫什么 婚姻叫什么 夫妻结合 夫妻结合 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但是因为在这个时代 那是因为这个时代当中 魔鬼的媒体也好 魔鬼的迷惑也好 人的堕落也好 人的堕落也好 就让这个观念 删成一种变化 对这个观念 就产生一些变化 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婚姻 是一种伦理 婚姻是一种伦理 男生女生结合 是一种伦理 这个伦理 这个伦理 好比说 爸爸嫁生去 好比说 爸爸过世 他再来娶一个太太 再娶一个太太 这太太叫什么 这个太太叫什么 叫做后母 叫做后母 叫做继母 好 爸爸嫁生去 爸爸过世了 请问你可以娶后母吗 请问你可以娶后母吗 我爱他 我怎么不能娶 我爱他 为什么不行 他比我还年轻 为什么不行 他比我还年轻 为什么不行 但是就不行娶 这是伦理 这是伦理 因为他是爸爸的太太 因为他是爸爸的太太 虽然妈妈嫁生又娶 虽然妈妈过世再娶的 不是你的亲老母 不是你的亲妈妈 爸爸也嫁生去 爸爸过世了 所以你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虽然你们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但是这就是伦理 你不能说人权 你不能说人权 人权是什么 人权是什么 我爱啊 我爱 因为爱就是人权 因为爱就是人权 你如果剥夺我的爱 你就剥夺我的人权 你剥夺我的爱就是剥夺的人权 这是两回事 这是两回事 伦理跟人权相比吗 人权能跟人权相比吗 但是在这买那种感 在这迷惑当中 他就用到人权来包装 他就用人权来包装 这没问题这是人权 他说没关系这是人权 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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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人权 这违背的伦理 这是违背伦理 人权在创造人的时候 伦理已经定下了 人权就用人权 人权 有很多牧师就出来了 很多牧师就出来了 支持同分法 支持同分法 他要说什么 哎呀神爱我们 神爱我们 有一个教会 叫同志同光教会 这是长老会系统 这是长老会系统 牧师在研究圣经的时候 这个圣经是为了异性分的人 这个圣经是为了异性分的人 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怜悯 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怜悯 神的创造有缺陷 神的创造有缺陷 所以在神的怜悯和爱当中 神不会给你计较 你看解释圣经是怎么解释 你看解释圣经就像解释了 所以随着世代来解释圣经 跟着世代来解释圣经 描述圣经的创造有缺陷 瞄失圣经的权威 心中没有经畏 心中没有经畏 所以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随行圣经的时候 随行圣经的知识的时候 你若没有经畏神 以若没有经畏神 没有渐渐经经来了解神 没有战战精进来了解神 那这样我们随意来解释 让我们随意解释 随意在台上来做分享 随意在台上分享 这就是人没有神的知识 这样就不是认识神的知识了 所以在今晚聚会当中 让我们了解地心的圣山 我们了解在神的圣山 绝对要充满到神的地心 绝对要充满神的知识 所以帝国要充满到神的地心 因为我要充满神的知识 因为地心越丰富 因为知识越丰富 我们真理分辨的能力就越强 我们真理分辨的能力就越强 我们才不会被魔鬼戚谈 我们才不会被魔鬼试探 我们才能赢过魔鬼 甚至我们用到这个标准的道理 甚至用这标准的道理 让我们采用到神的良善的旨意 所以求主要所帮助 求主要所帮助 让我们要知道 让我们知道 圣山的骗处 都有神的地心 都有神的知识 这就是我们教会 所以在我们教会的地方 所以在我们教会的地方 无论大人小孩 无论男女 人人要忍到神的地心 人人都要认识神的知识 用敬畏神来忍到地心 用敬畏神来认识知识 这就是地心的开端 这就是知识的开端 地心越来越丰富 我们知识越来越丰富 临的生命就越来越健康 求主耶稣祝福带领我们 唱赞美诗 唱赞美诗240首 唱赞美语筛 访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